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文霞 今天我们来到了东方体育中心的游泳跳水馆 带着大家能够实地的参观一下 走吧 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游泳池 那今天是我们的跳水池 之前有小伙伴们问 跳水池的水的深度跟游泳池的水的深度有什么区别 对啊 有什么区别 那请大家过来 我们给小伙伴们看看 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浅一些 大概在两米左右只有游泳池 我有时候时不时会来看看我们的小队员的训练 之前我也在这个场馆比赛过训练过 所以特别熟悉 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六米深的池子 对对对 你可以看看 有什么区别这样就有明显的对比了 是不是很深 可能是因为有反光的原因 其实我是感觉不到它跟游泳池有什么大的区别 没事 我们一会儿我带你去那个跳台上 你就可以看 好的 那我们去后边看看 小伙伴们你们想看陈哥占下十米台吗 劝你善良 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大概的一个器械 我们看到的有三块的是一米 你跳过一米吗 对啊 我们像一些比赛都会有一米的 但是奥运会是没有的 OK 对 但是我们三米的这些自卷动作呢 诱导还是会在一米板上先训练 什么叫诱导啊 诱导就是你比如三米板要翻两周半的一个动作 那诱导的话就可能半周啊一周半啊两周这样一个诱导动作的训练 然后你再等成熟了再开始一点点上这种新的动作 OK 我们去看看这个台子 这是跳板 然后它旁边呢是有一个一米的跳台 板呢是会动的 然后台呢就是固定住的 OK 诶 你现在还敢跳三米板吗 还敢往上站吗 它是游泳衣能敢往下跳 站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啊 OK 这个是一米 对 你这样子应该就能看到水的一个深度 这个真的挺吓人 我把手伸出去 我人就不出去了 旁边这个就是三米跳台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叠层式的结构 这是一米 然后呢这是三米 一米台 三米台 这个是七米 这个应该是五米 再往上呢是十米 我们一层一层的逛吧 对的对的 诶 等会儿等会儿 这个就是你们平时冲澡的那个地方 诶 对对对 那这个是热水吗 它可以调成热水 OK 好 我们去三米台看一下 三米台 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高度 我不敢站啊 我还是把这丢出去伸出去 你可以看看对面的池子 你看看那个高度 旁边就是我比赛的三米板的一个高度 啊 那大家又会问你比赛生 怎么会去选择哪块板去跳 那其实是根据自己的一个适应的情况 那双人的话呢 要看同伴 你要跟谁同伴要商量来决定 这滚轮就是调节一个板的软硬度 五米啊 你像一米也好 七米也好 其实也是在为十米台的一些自选动作打基础 也是要先进行一些诱导的训练 然后再上到十米台做高难度的动作 OK 那咱们直接上十米台行吗 为了你们啊 人生首次登上十米台 真的太吓人了 十米台 哈喽 我今天为了你们 我也要试一下这个十米台到底有多难 感受一下十米台究竟有多吓人 你腿别软 我已经不行了 算了我 我真的不敢把头伸出去 快点 我看一下 还没到抬头呢 你站起来呗 太吓人了 我不敢站起来 我腿是软的 真的太吓人了 有机会你们一定要来一次十米台 我腿已经腿软了 好了 我们现在要去三米板了 你要赶在三米板蹦三下 我就赶走到三米板的板头去 你说的 立字为正 你说的 对 你说哪块板 中间这块 你要赶在三米板上跳两下 我就赶走到板头去 差点滴过去了 交伙伴们 是时候见证奇迹了 我为了你们 我也要 我也要挑战 今天要挑战一下三米板 其实这个三米板的心理压力比十米台大 这个三米板出来之后就全已经是水了 你快点 它会不会扯了 太吓人了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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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小伙伴们 对 小伙伴们 今天的游泳跳水馆的视频分享就到这了 你们喜欢吗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然后继续支持我们 我们会产出更多好的内容给大家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